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午 在惠昌县公安局里 这些披着大红花 一字排开的古老宝贝 重新绽放出光彩 在向警方送上感谢的牌匾之后 村民们激动地与这些宝贝合影 以此来纪念这失而复得的一刻 画面中的这些披着大红花的木门扇 有何稀奇之处 为何会受到如此重视 这一切还得从这个空中俯瞰 形似羊角的古堡开始说起 它是干南仅存的一处明清时期军事城堡 被干南客家人亲切地称为平安堡 2013年 它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里面的建筑与相关遗存 都因此成了重要文物 然而随着平安堡的价值得到肯定 就有毛贼打起了他的主意 第一个发现文物被盗的人名叫周文聚 也是世代居住在这个古堡中的村民 5月9号那天早上 他在古堡散步发现了异常 本来我一进来 发现这几扇门不见了 在这个案子当中 这个省市一级都高度重视 都分别指派了相关公众人员 来到我们现场 协助我们对整个案件进行一个调查 进行一个研判 按照报案人的说法 只是不见了几扇门 为何会引起如此重视呢 原来这处从空中俯瞰 呈现羊角状的村落并不简单 以前是作为一个有军事价值的一个城堡 在现在全国来说是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 所以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 是一个恶猴志在的地方 因此羊角古堡的军事价值很高 从公元1542年设立以来 数百年间它保得一方平安 此外苏区时期 羊角古堡还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的南大门 长期有红军守卫 据了解 时任惠昌安远巡屋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 还多次来到这里试与查房屋 位置的话是羊角水宝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成之地 对于我们这个列入了文物 也就是为了这个传承这个红色文化 2013年 羊角水宝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它还被有关部门评为 中国传统村落江西省历史文化民村 在文物保护部门看来 它是研究明清时期军事系统历史严格演变的有力见证 也是展示和传播干南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个门这些物品这些古物 它是对历史研究都有很大的一个历史价值的 文化价值 不能单纯的用价格去衡量它 案发现场位于羊角水宝内的方众公尺内 通过现场勘察 被盗的是左右厢房各六扇格扇门 与房梁上的四个雀涕 被盗的就是这个6块3 发个板 这6块 这叫做屏风 也是发个板 还有那一块 那有6块 那个不是还有一只在那里吗 被他们敲扳掉的 还有这里有几块 这里就是雕刻的东西 这里有两块 还有那里两块 还有一只在那里吗 古堡里精美门扇 流金雀涕 他们成为盗贼的作案目标 抽丝剥茧 趣味存真 茫茫人海 警方如何锁定嫌犯 追回文物 古堡贼影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小朋友们 我们来上课了 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那提到中国 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 好不好 我的家就是中国 有好多好多树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我们要保护他自然 我要让他变得更美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他 我爱你 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然而在对现场勘察之后 民警发现 这里没有公共区域视频探头 并且犯罪嫌疑人作案留下的痕迹也很少 根本无从判断犯罪嫌疑人准确的作案时间 案件侦破显得困难重重 那么警方又该从哪里找出破案的头绪呢 为了对被盗物品的追踪有递放时 民警来到了惠昌县博物馆 他们了解到 在整个阳角水保保护区内 这个被盗的祠堂相对来说保存较好 被偷走的都是明清时的文物 能保留的我们都尽量保留 因为我们文物修复的原则是 收旧如旧 要保持原状 这个池堂的原件保存度会更高一点 就是我们所有池堂当中 就是方众公司 它里面这个木构件雕刻是更多 算是最精美的 就是它里面的雕刻是最精美 而更让民警感到头疼的是 一番调查下来 他们发现 这起案件准确的案发时间 并不能确定 即村民反映是 三夜份到四夜份 村民有去过那里还看到孩子呢 后来就在五夜九号的时候 村民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不见了 民警调取了出入羊角水保的六个卡口 不过 要在这些视频资料里 寻找犯罪嫌疑人 不斥于大海捞针 有很多条路 我们不知道 这个嫌疑人是从哪条路过来 或者是从哪条路走 怎样才能缩小排查范围呢 走访中民警发现 锦铃案发现场恰好有住家 这样的话 为了避人耳目 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间 极有可能是深夜 白天的时候也会 如果携带那么大的物品 很有可能会被周围群众发现 加上路上车来车往的 有很有可能被其他群众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会选择一个在晚上 一个比较隐蔽的时候 去实施一个盗窃 根据这个时间段 来进入那卡顶 一步步地慢慢地筛查 这样一来 办案民警排查的工作量 减少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 但工作量依然不小 晚一分钟破案 文物流失的风险 则增大一分 民警如何才能 更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呢 尽管犯罪嫌疑人作案后 对现场进行清理 不过在民警看来 这并不妨碍他们从中寻找破案的密钥 高三米二左右 这个长的话 大概单线的话 0.8米左右 看这个门板的高度和宽度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作案 因为一个人的话 很难把这个给搬动 民警不仅推断出 犯罪嫌疑人至少有两个 而且背到木门上的长宽信息 也为缩小视频排查范围 给出了科学依据 长和宽 然后从而可以更好的 就是通过合成作战的这个手段 推测一下他们开的什么车 所以我们就排除了那种小型车 一般就是这种打皮卡车 或者这种有祸斗的车 才能把它完全装下 就初步确定了一个 这个嫌疑车辆的类型 排查范围再次得以缩小 很快 一辆可疑的货车 便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4月16号晚间10点42分 该车进入案发现场方向 车斗是空的 而且离开时 车厢内多了些可疑物品 当时一开始 它那个车进来的时候 是车斗上是没有东西的 出来以后车斗上就有东西 就有那个有物品 然后还有黑布盖子 按照这个被盗物品的这个长度来说 结合我们对这种车辆的这个特征 参照对比之下 我们分析这辆车是有很大的作用限义 然而让民警再次感到失望的是 这台车不仅没有悬挂车牌 就连车内人员在晚上也戴上了口罩 他们进入车线的时候都是军戴着口罩 经过士兵卡口的时候 他们都是有意的把这个脸部的这个情况 给进行遮挡 或者是转开的 摩高一池 道高一丈 通过侦查 民警锁定了这辆车的真实车牌信息 到此 侦破工作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让办案民警没想到的是 案件会再次陷入僵局 这辆车我们也通过车板也找到了车主 但是这个车主说这辆车是已经卖掉了 这样的 但它卖的没有什么登记的是吧 是是是 不过民警并没有气馁 他们调查了这辆车 在案发前后的所有的活动轨迹 一番工作之后 线索指向了临近的巡屋县某乡证 发现这个 这辆嫌疑车辆是 在这个进入案发现场前 是从这个巡屋方向通过来的 它这个作案之后呢 也是往那个方向去的 回去的 同时 结合犯罪嫌疑人的狡猾 民警判断 犯罪嫌疑人 应该有过盗窃的前科 当地有个村民 是拥有这种车辆的 而且这个嫌疑人 这个村民呢 也是有很多盗窃前科 所以我们把它列为 一个重点嫌疑对象 5月13号 民警找到了嫌疑车辆 最后犯罪嫌疑人周某与谢某 被警方抓获 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呢 其中一个是 最早的犯罪记录是 1993年 就开始有盗窃前科 而且呢 这个嫌疑人呢 就2020年12月份 才刚刚刑满释放 另一个嫌疑人呢 就是这个车辆 所有人 就是这个嫌疑人呢 他的盗窃前科 就我们已经查明了 已经也有六条 面对警方的证据 甚至是裁典时 被抓拍的清晰影像 犯罪嫌疑人谢某 竟然是这样辩解的 你有男生兄弟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 我老爸有没有 到处去九封流中 是吧 这个你得问我老爸 看一下有没有男生兄弟 我就说这个 你应该问我父亲 是吧 我父亲他有没有 别的地方有没有 新家死种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是吧 不怕犯罪嫌疑人抵赖 在警方找到被盗文物后 他们的心理防线就崩溃了 发现这个嫌疑人 曾经在作案之前 到过这个文章水宝 也到过这个池塘 对这些被盗物品 进行过一个拍照 拍照了之后呢 而且他还拿过这个照片 去询问过 他们寻屋本地 一个有盗窃文物前科的 一个人员 还询问这些物品 价值大概是多少 能不能卖到多少钱 十里逃生 四位